根據研究 家裡的兄弟姐妹當中 排行老二的人 哪一項能力會特別突出呢 A 聚傷較高 B 領導能力 C 談判能力 請搶答 又不是說 C 談判能力 我覺得 他們都跟哪一個堂口談判 原來是 我通常老二 因為他卡在中間 他必須要自己去爭取愛 我之前有跟爸媽聊過這件事 對 因為第一胎可能照舒揚 第二胎開始就是可能會比較分心 然後第三胎會覺得是 最小胎要最照顧 所以老二的談判能力還滿重要的 好想念哦 可是我好像不確定 我怎麼被說服了 C 談判能力這個答案對不對 恭喜答對